早前前北角村地皮已低於市場預期價格成交 港鐵大圍站上個又出現樓標 恆地主席李兆基表示 事件反映地產市道很極有限 他們接下來出價都會保守一點 利兆基又說 現時建築費成本大增 樓價會跟著升 所以預期未來樓價都不會跌 他又指本港未來公屋和居屋的供應增加 加上政府會增加土地供應 相信會貨多市不爽 日後地產商會變成武權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林希恩報導